我本身中文名叫雷雲青 打雷的雷 白雲的雲青 水的青 英文名叫Deborah 我其實在香港也住了幾十年才移民 我第一次移民就是去了紐西蘭的基督城 那次移民其實是我人生最低點 就是牧師一開始的正度高點雞點 我由低點講起 因為1989年的時候 我丈夫是很嚴重的 就像王先生剛才說的 不過她是中風 以至到她是過了黃金搶救時間 所以她的情況很惡劣 當一晚所有的主治醫生 都說她是看不到明天的 我當時就想 玉語蠶片一聽到不好消息 每個人都習慣在地上 原來是真的 我聽完這個消息 不是一次 是一個一個都說她看不到明天 那時我是未信耶穌的 但我都會用理性的分析 怎可能你可以斷定人的生命 不見到明天呢 我就很質疑 我就不相信 直接不去信 我就覺得不會的 但是原來我自己真的站不穩 我是要蹦著牆 才可以站得穩 感恩 總是過去了才明白神的恩典 一直都跟我同在 雖然當時我還未相信耶穌 但是神真的從聖經中看到 祂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旨意 如果我因為太平順 你不會尋求神 我們兩夫妻都有很好的工作 身體又很健康 所以剛才黃先生說的經歷 真是新同感受 以至有一種動力 讓我出來和大家分享 既然它這麼嚴重 我就不可以自信了 但是神很感恩 神給我很多說話 我經常是說話的那個 先生是聽話的那個 我就抓住牠的手 其實牠是處於昏迷狀態的 但是牠又未知到心臟停頓 但是牠整個腦都積了血 是很危殆的 我抓住牠 我說你不可以就這樣就走 你一定要跟子女交代 為什麼你無緣無故走了 我跟牠說不停不停不停地說 但是那一刻以為聰明真是很如絕 自己以為講完望著個鐘 剛才牠是11點多 我一過了晚上12點 我立刻鬆打了一大口氣 其實這是神的憐憫我 我說見到明天了 因為過了12點就第二天了 神可以讓我在那段時間安心 不再緊張不再什麼 我就覺得牠已經過了明天了 穩定安心不會死 我就是這麼傻 所以原來你如絕 神會給你有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們要學習 不要太過整天自傲 自傲真的會讓你忽略一些東西 可能你以為自己身體好健壯 其實那些數據未必盡順 就是出了事了 然後也很好 慢慢慢慢 六年後 喪失了言語 要坐輪椅 但六年後我感覺到我兩個孩子要讀書的問題 那時候香港只有兩間大學 是沒有機會讀得好書 或者學到好的將來找份好工 那我就決定移民 但以我們當時這樣的情況移民是很困難的 終於於在1994年有個機緣巧合 就來到這裡旅行 旅行員 發覺這裡的人 對有需要幫助的人是很關懷 跟香港是絕緣兩個世界 所以我去完這裡旅行之後 我就回去決定申請移民 但是意想不到地 我當時不懂得祈禱 因為我沒有信仰 但是神很顧念 讓我們三個月 以病成這樣 就可以移民到來 接著那些小孩讀書又很好 這個是我低點中 就開始看到神的大領 終於我在二千年就信了耶穌 因為第一個是我的大兒子信了 大小兒子 接著才到我 信完耶穌之後我就開始看到 懂得開始回 我不是回頭望 還是懷緬回過去的東西 我是定精可以向前望 因為我們要向著標竿直跑 所以來到新移民之後 很多華人朋友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他們經常說 我其實仍是怨天猶人的 移民了 丈夫中了風六年 我仍然是怨天怨地 因為你的內心不得滿足 而且不憤氣 不甘心 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問了不知多少為何 是沒有答案的 但是移民之後 你要入鄉隨俗 認識多些中國朋友 或者華人朋友 得到他們很大的鼓勵 就說 蔡翁失馬燕之飛福 我那天聽完這段 我開始思考一下 你認為不好的 可能是好也不頂 意念改了一點 就沒有那麼埋怨 誰知道 跟小孩去聽道 有何理由同一天 我約翰福音三中十六節 我未識背 我已經識背 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是不是 很貼切 我和蔡翁失馬 他說神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雖然我還未信耶穌 但是神也被這個 好像另外的黃太太說 不是 Josephine 是一個引證 為何華人 那些老華僑說完這句 神又用他的聖經話語說這句 讓我開始思考神的奧妙 然後沒多久 都徘徊了很久 浪費了很多光陰 在二千年終於相信耶穌 但是我自己的心願 就是很想把我自己得到這個福氣 真的當你相信耶穌之後 你的內心的真平安 真的跟世上的不同 我面對的是一模一樣 我仍然是要推著輪椅去照顧我先生 但是你面對的事情 和你的回應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那份平安、那份喜樂 帶給我很滿足 所以我很想把得救的信息傳出去 但無奈那時候 因為要照顧先生 我是沒有辦法去短孫 你不可能丟下他一個 所以我很想 我們教會有一個老年的長青團啟 你只是老人家 如果你按著年稅來說 走的會比年輕人快 就是一般 所以很想把這個信息傳給長者們 所以我在長青團啟那裡服侍 而且神是很恩待的 我答應我先生 我說我們移民 他不肯移民的 初初移民的時候 他說不肯移民的 因為他怕自己不行 我說如果你不行 我們全家都不批 就是全家都不去 不會說扔下你 終於這樣全部來到 我說還說來到這裡 我不做事了 我會一生都照顧你 和補償兩個小孩子 那真的很奇妙 我來這裡不是不做 是有事要做 我先生說 稅務局請人的時候 我真的太空了 香港做完事來到這裡 沒有事要做 很困難 因為吸塵吸幾十次 都不過得到時間 那時候我那個報稅年度請人 他去應徵 然後被我先生抓住我的把柄 你說明來到這裡不做事 你現在做 那我就不做 那真的又不做 神又很恩待 我們又不需要為兩餐去貧薄 都很感恩 然後我的負擔就是要傳福音 但是不能扔下他 但是很自助在團契裡 和長者都傳福音 是很難傳給長者的 但是都很感恩 很多都去了天家 但是他們走的時候 都很懷念我們的團契 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 信到耶穌 所以這也成為一個動力 但是 還是低點 就是先生終於在他陪了我 多二十九年之後就走了 但是他走的時候很安詳 但是他的心 他是大動物撕裂而死的 他從未再有minus 吃中風 但是他走那一刻 那個心臟專科又說 我說他要做一個很大的手術 我說我不幫他決定 你慢慢跟他說 很簡單的英文 他聽到他講不到 他跟他說 他知道嚴重性 他決定做不做 其實是沒有機會的 那些醫生說 跟他做手術的話 根本是零的 以我們人為的能力 是沒有辦法修補的 後來我先生卷 只是去選擇不做 不做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問他 可以多活多久 很奇妙 我醫生說他見不到明天 二十九年前 又是說這句說話 那一刻我是站不穩 但二十九年後 又是同一個說話 我是可以很堅定的去感恩 我說多謝神 給他陪多了我二十九年 也多謝神不讓他繼續受痛苦 其實他走之前已經心臟病了 肌肉僅塞 然後又前列腺 我說他已經多吃了很多藥 而且他已經喪失了 本來生活質素的普通 就是一般人的生活質素他都沒有 如果你搶救了 可能比現在還什麼 所以如果是救不回來 如果平平安安走 我也感恩 兩者之間我是 第一是埋怨 第二是 同一個信息 但是我懂得感恩 所以我真的感謝神 在這麽多年來 雖然我很慈善信 所以我很鼓勵 特別是年青的朋友 如果盡早找到 我們真正的大醫生 我們真正的靠山 我們說說蘇哥 找到蘇哥是我們一生最大的福氣 好了 說說我的高點 就是在這一年 有人呢 耗不耗時間 這個高點是怎樣呢 我是四月 五月來陪我媳婦 陪月的 那一刻 我沒有想過會再度移民 但是呢 我的小孩 九月來探哥哥的時候 十月回去告訴我 媽媽我們也想著會去哥哥那邊 十月 小孩都去了 我一個人在基督城做什麽 我當然要跟著去 哇神啊 我很捨不得基督城 我來了這裏二十九年 又認識了這麽多公公婆婆 那些服侍又很滿足 可以為神 那麽年紀大 都可以為神作供 如果我去到一個新環境 我又要重新適應 我是不是應該跟著小孩走呢 衡量之間呢 我大兒子又真是二十歲 過來這邊讀書 都是家庭為重 後來我想一下 都是要跟著小孩去的 但是兩個月時間 好像Josephine說 買屋買成的 很多事情要做 我不是要買屋 我是要買屋 買屋 寄倉那些事情 很多事情要搞的 但是很奇妙 神真的很平順很平順 讓我和小孩一家 很快就來了這裏 還有有時我們都大團聚 當然不久都拍照 寄回給我們基督城的那些教友 她說 Dibra 你很快已經適應了 我看到你好像 和家人很喜樂 我說是 應該是很快適應的 希望盡快找到教會 我都來了這裏三次 希望 是的 希望都可以在這個教會繼續 再加上 我現在真的要急切祈禱 要買一間屋 雖然兩邊 子裡都要一邊住一個禮拜 但是始終老人家 最好都是有自己的居所 不要太過依靠 依靠我們的上帝 但是又住得兩個兒子近 條款就在他們兩個中間 求神為我們預備 求神為我預備 是嗎 是的 高點就是 很開心 再度移民 又認識到大家 好的 將一切榮耀 還歸給我們一手